Hello 大家好 我是温哥华地产经纪 Danny Hello 我是温哥华的台湾经纪 Anthony 今天有点不同 我们不是看楼 虽然是很漂亮的 多谢你借这个地方出来 不要紧 这间楼是你帮我买的 今天不是讲楼 而是讲一些时事 当然我们会谈最近吹吹买楼的recession period 还有利息 最近加得很厉害 还有讲一下利息的走势 好像还有我个人买家的问题 还有买家 还有一个最近才出的上星期 一间大型发现商好像有问题 我们今天会分开几集做的 事不宜迟 我们就立刻上去 OK 这里很棒 今天阳光也好 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温哥华地产经纪 Danny 我是Anthony 是温哥华的台湾经纪 今次有点不同的形式 我们平时会在楼盘解释楼盘 今天我们又有点不同 我们讲一下一些时事 讲一下最近温哥华楼市 台湾发生的事 第一个应该是1月1日开始 现在就没有cash offer 这个新规定是Buy Recession Period 真正说是Home Buyer Recession Period 它是一个适用于二手盘 新盘一直有7天的recession period 二手盘现在都放了3天 多数做一个保护 有些少少的细节 那细节就是3天的recession period 就是什么原因都可以退出 用它的话 即是说那间屋看风水不行 然后看看屋主不靓仔都好 可以退出 但是呢以前我们的市场很旺的时候 就会用cash offer去抢offer 很多人会 那其实现在 那些人会不会 因为有了这个冷静期 就更加用cash offer去买楼呢 现在他用了cash offer 他都会放了三天的冷静期 那变成了你有cash offer也好 你有mortgage也好 只不过difference就是mortgage 或者你要分分钟 那个冷静期 不是冷静期 mortgage是一个subject period 就变成了一个7天 较为3天的长的一个时期 那有mortgage分别 还有验楼 那些全部都叫subject 看看你的经纪会放些什么subject 在你的contract那里 那就是会量身币做那8天的需要 那刚才你说借钱 他影响不了recession 因为他3天 mortgage反而7天 所以变成了如果真的借不到钱的话 有一个好处就是 他如果用mortgage这个subject 来说给对方卖家 我借不到钱 以为退出呢 那就不需要罚钱 即是基本上现在的情况就是 cash offer 变成了不是premium offer 基本上就是 因为subject都可以放更长时间 可能大家现在的offer都会放更长时间 因为现在两样东西 首先不是要抢的市 抢的市 如果真的ready的买家有着手 但现在就变成了buyer's market buyer's market 就是大家多时间去选 冷静去买一件货 首先 cash offer的demand已没有了 第二就是 因为他刚才所说 他是不是也有period 就变成了 变成了 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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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更热的市场 譬如那三天 冷静期 一分钟 会用subject 放三天下去 都没有分别 冷静期和subject 也好 那三天同一时间 都没有分别 只不过 你真的合约精神 如果你真的借不到钱 你back out才不用发钱 但如果你真的用他的业主 不需要理由 去退出 用recession period 那三天 就要付钱 所以基本上 以后 就算去市场 都会有三天 因为根本 自动摆下 但会否对卖家 有些心理上的影响 因为对卖家的成本 尤其是时间上 是多了 你先讲成本 首先讲两边的成本 刚才说有penalty 那penalty 是什么 那买家成本 如果用三天 那成本就是0.25 的成本 of the purchase price 例如100元 那就是 那就是 0.25 0.51 1% 也没有 只不过是一个 好像打下你 内容 你走 至少都 保障 卖家 那就去到 卖家方面 如果你做卖家 你不去 有时 他不是用了三天 真的 他说 三天 我用了七天的 储儡 借不了钱 借不了钱 就不用罚了 迫使 每个人都有 你如果是等钱 使用的 你觉得 当然 尤其是我买了楼 令到 我买楼的时间 拖长 其实是 首先 可能我心情 又会紧张 而我可能 用多多时间 去买楼 亦都 我想 多不少 对卖家的 心理上 会有些影响 有 为什么 我立即 你讲一讲 心情有影响 是很重要 因为你 卖家本来 想着 可以有足够的时间 两个月之内 可以 卖到他 但现在 因为我有过三天 三天 三天 不知多少 情有金 他不知何时 才可以 较到 卖 他便会软弱 他本来 可以收多一万元 他说 算了 我先拿了 反正 都不知道 是否 保障了 买家 但 伤害了 卖家 其实也是 对于 买家 都有压力 当然 尽早 买家 就是早买早享受 他们不是早买早享受 因为很多时 卖楼 除了 用钱之外 很多时 他可能要换楼 他买的那边 也有压力 有财政压力 有个timeline 有deadline 你说 好像赶功课 如果时间 可以多给两三天 你慢慢做 做好一点 但有个deadline 我立即卖了 立即有个firm 那便即卖不到好价钱 所以 其实 这个条例 感觉上 我刚刚听你说 其实很多办法 这三天 都好像用处不大 除非有个市场很热 大家都要 好像去年 年初 要cash offer 但对于买家 也不是好消息 我会觉得 首先 如果是自由市场 如果你是真的 有把炮的能力 做一个cash offer 都不理 这个投资是一个有风险 这个是risks 这个投资是一个有风险 这个risks 做成人的决定 要后果而自负 他有这样的能力 做cash offer 买家 都会有一定的知识 不是个人都有 好像你跟我说 不是个人都有 是的 我听到有些客人跟我说 是 他经纪没有跟他说 cash offer的风险 所以 选择经纪都比较重要 在这件事 这个经纪是跟你说 每一个程序是怎样 那你不用拆鞋 拆得这么厉害 我说事实 是的 这个就 关乎你和 你那个 叫做 经纪 那个经纪是你一个advisor 他应该当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新手 我们当然一天都见到很多个买家 各个都是或者一半都是新手 我们都不厌其烦 都是由始至终 当他们真的不会是零的 这样来advise他们 因为我们的造型就是advise 如果不是的话 用不需要用我们 我们很多时就要很小心 跟客人说 要千叮万足 你明白了吧 你明白了吧 就是要他这样来做 反而他不会觉得你拆长期 是的 说完这个 没有了cash offer 这件事 我们最近这个逢尼弹市场 有两个比较重点的话题 下一集我们就开始讲这个 利率了 是的 你讲利率是你的强项 这个是温哥华的超强的贷款经纪 今天到你拆我鞋了 今天不是很对的 是的 下一集就会讲一讲利率 第三集你会讲些什么呢 第三集就讲回1月1日 有一个叫做外国人禁止买 订阅按键 开启钟仔 然后我们下一集出 有什么新片的话 youtube就会订阅你了 下一集见 拜拜